Terry跟美玲 羅美玲 真好唱歌 那個羅美玲也是差五歲 對 你們是工作上的合作 然後再在一起 是 那時候建國一百年的時候 就是僑務委員會有一個 宣位僑胞的活動 要去美加這樣子 那時候因為我們的節目 其實也在美國也有播放 然後他們就會希望說 因為那是在一代僑 跟二代僑要交接的時候 所以會有新的一代的僑委 要出來 所以他也希望說 在團員之中有個年輕的弟弟 而且他也有幫幫團有播 可不可以在幫幫團裡面 徵選一個 那我們也想太多 我就徵選 然後我就選上 對 那一團非常非常龐大 就是 人數很多 對 就是我們的領隊是 陳美鳳 美鳳姐 然後還有新龍大哥 南方二重唱 鄧妙華 妙華姐 對 就是非常資深的前輩 要去的之前前兩個月 他說我要擔任主持人 你 對 我真的傻眼 我真的超級 我想說我誰 你搭誰 沒有 我一個 就你一個 對 就我一個 我們好歹都是資深的 實力派長這樣 叫那個棒棒糖男孩來 當主持人 要訪過國 對 而且我那時候都想說 天啊 我自己 搞不好美鳳姐正在紅的時候 我爸媽都不認識 我憑什麼這樣子 但是他們就負有這個責任 因為還要再跟他們年輕的僑偉 就是 所以就一定得要跟藝人多接觸 對 要先 做功課 然後就是去 就是每個都要去了解 親力親為去拜訪他們這樣子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都聽他妹妹講說 看節目就是 那個TERRY怎麼樣 棒棒糖的 熬犬怎麼樣 王子怎麼樣 所以他直接跟我 不會演跟我講說 那時候他覺得我就是小屁孩 他也不看在眼裡 那一直到去先為僑胞的時候 他可能就覺得 我 就是這一個月的時間 他覺得我不是小屁孩 就是因為 我會做了很多 大屁孩 因為我們 我們同團的男生很少 僑偉的男生都很少 那我們同團一定都要幫忙 提行李 男生就是變成 服務要多一些 對 很多站嘛 八個站 你每天是轉機轉機 然後都是姐姐 而且 行李箱又多 姐姐的行李這樣 從出發的2咖到最後 會變6咖 對 對 沿路一直買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開始搬 開始幹嘛的 飯店 check in check out 哇 上車 每天都是你喔 對 就幾乎都是我跟 另外一個綜藝團的男生 對 因為辛龍哥就夾著包包 他也不動這樣子 不是 他是肯定的啦 不是啦 開玩笑 對 就是然後我們就兩個男生這樣 那後來就是 比方說晚上會有吃飯嘛 跟喬尾吃飯的小小的飯群 那我就會坐在美鳳姐旁邊這樣 就是幫忙 可以招呼大家 因為有時候為了 鳳姐為了唱歌 為了保護喉嚨 她可能沒有辦法喝酒 或者說應酬這一類的 你要幫忙躺一下就對了 我可能要幫忙這樣 然後她才對我開始產生改觀 對 好 你是幫美鳳姐啊 沒有就是 美鳳姐幹嘛改觀 好 就是她就 應該說我在出發前 其實我看到名單有她其實 跟她一樣玩 你知道家綺姐 所以戲裡面有家綺姐的時候 就哎唷 女神耶 那其實對我來說是 欸 羅美臉耶 因為以前 我們去KTV點 必點她的歌 喔 你看到名單的時候 喔 陳美鳳 不是啦 陳美鳳二重唱 羅美臉 有差很多嗎 羅美臉耶 你有為所的表情耶你 不是這個意思耶 然後後來到美加州 第一站 第二站開始 就是我們會有自由活動的時間 那比方說美鳳姐 會跟她們有幾個 就是她們的行程 那我們幾個比較 比較 年紀比較近的 我們就會去 對啦 美鳳姐 她們一定會有僑胞 帶她們去逛街啊 購物啊什麼的 那你們年輕的 大概就要自己想辦法 對對對 那時候就開始有談話 對 但是那時候 在跟她談話的時候 其實她也不太理我 她也不太正眼看我 對 然後我就就是 就是都四處三逆啦 巡迴完回來之後 我們又剛好 在童年的歌 幾個月我們又演出了 那個電視電影 然後她演我姊姊 我演她弟弟 那又更密切了 而且我想說奇怪怎麼 這時候還沒有在一起 還沒 還沒 這時候也還沒 還沒 我們想說回來 想說應該回來就解散 煞 然後說怎麼剛好又有一部 電視電影 然後覺得說 這不是老天爺給我的機會嗎 真的 真的是演姊姊 演弟弟 然後我們那時候又有一個 開演前有一個月的集訓 要排戲 排演這樣 然後才知道說 就覺得我又更喜歡她 因為就開始認識她的 生活很單純 然後她的孝順爸爸媽媽 然後她也不愛玩 她真的也不煙也不酒 雖然人家說原住民 原住民 她是一滴酒都不喝的原住民 然後她也很有禮貌 然後也很乖 然後那時候也是適逢我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不曉得 因為我在去美加玩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人生有很大的改觀 在那之前 我就是只有在台灣 但出去玩工作之後 我覺得我對我的人生 各方面的觀念都有點改變 那那時候其實在那之前 其實也 其實談戀愛也都談過了 也都交過很多了 我那時候就想要穩定 因為那時候爸就是生病離開 然後媽媽又憂鬱症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說 當然也不是因為媽媽的關係 我就很想有一個家庭 然後有一個孫子 讓我媽媽玩 然後媽媽有一個家裡面的重心 重新找回來 是 那時候碰到這個女孩子 我就覺得說 真的很 就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 對女明星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 結果展開追求 你這個時候幾歲 那時候三十 三十歲 開始想要一個家 對 男生的轉變 對 就是那一年 就是剛好認識她 不是因為想要一個家認識她 而是我終於體會到那個感覺 就是認識一個女生 你會想要跟她成家 而不是我為了成家 找了一個女生來 是 那這個重點是 對 那你都自己想了這麼多 人家八字都還沒一遍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 這種女生不喝酒也很難追 對不對 因為他阿公美玲又不喝了 KTV也不來 什麼都不來 對 因為其實喝酒 是可以卸下心房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點 東諺你有用喝酒這一招對不對 沒有 因為其實懷孕前 是會喝酒的 家綺酒量好不好 那很好 那彼此喝酒之後 所以很好就是 她也沒有那麼容易卸下心房 因為酒量太好 對 弟弟想幹什麼 但是至少我們 姐已經三一瓶了 彼此在喝酒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說出 平常不會講出來的話 不敢說的話 對 所以其實 她真的不簡單 你們兩位都沒有那種就是 可是她大我那麼多歲 就是說年紀這個點 從來不會是問題嗎 其實沒有 像我跟東諺聊過 像我們喜歡的女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交往過的女生 自然的年紀都比我們大 真的 就聊得來的 因為我們認識女生 我不會碰面說 你幾年次 沒禮報啊 我問一下 你們現在年輕男生 是不是不太在乎說 女生大或者是什麼 是年齡的差距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一定比以前 處得來 一定比以前來的 來得更不會這樣子 對啊 那她剛剛意思就是說 她說得沒錯 我也是這樣想就是 我們都是先去認識一個女生 覺得這個女生 個性各方面 感覺都不錯的時候 我們也才知道她比我們大 都是漂亮而已 對 重點就是 就是她們喜歡上的 就是漂亮的姐姐嘛 你如果遇到交來嘛 你一看就知道 她說她是大二十歲的姐姐 你有可能去追她嗎 不可能 對啊 講話 今天就是要漂亮姐姐 其實靖子也賦滿你說 我以前小學的時候 我還有妳的明星卡 文具店買的嘛 而且是我生平收集 妳第一個女明星的寫真卡 妳是不是很漂亮啊 妳也是漂亮姐姐之一 當然啦 而且我們必須要上下 對啦 妳這樣不會尷尬嗎 我有賺到她的本帳 沒關係 誰啦 這個肯定就是說 Terry這個弟弟真的很有眼光